记者王轩请新北报道,新北市关渡桥今天下午惊传男子跳河轻声,警,销货报赶底,发现男子已经跳桥,赶紧下船艇救援,半小时后将男子捞起,送医急救后仍宣告不治,但男子身上并无证件,目前由警方介入调查,厘清死者身份及轻声原因。 警方说,今天下午三点左右,有驾驶行经关渡桥时,发现一名身穿白灰条纹上衣,黑色裤子的老伯站在桥中,但人已经在护栏外摇摇欲坠,随即跳下关渡桥,吓得驾驶赶紧报案警,销货报赶底,在桥上及河面上便寻不住男子身影,赶紧下船艇搜救,半小时后将也无生命迹象的男子, 男子捞起,送医急救后仍宣告不治,但跳河男子身上并无证件,跳河处也未留下个人物品,目前警方仍在调查男子身份,厘清轻声原因。